我們已經很小就在香港樓山入行 所以你問我 有什麼師傅 你的專長炒什麼好吃 我可以告訴你海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入行的時候 第一步樓山 如果你們去過香港 都聽過樓山的名字 這裡出產生蠔 所有的鹹淡水海鮮 都是樓山出產 所以我們入行的時候 是接觸魚蝦蟹、石斑、荒鯉 那些全部都是游泳的東西 所以我們對這個認識很深 當時1980年 有一個老闆在密爾捕班 他跟我說 我很欣賞你這些食物 你去不去澳洲 澳洲對我來說很陌生 真的 我們在1983年1月份 到了密爾捕班 來到唐人街的生菜和中菜 是很普通 當時沒有什麼香港廚師 我們屬於很早期的廚師 當時也很少 來到之後 我們找到一群 我們以前在香港做過拍檔的 夥記和以前的舊拍檔 或者同事 大家有一個聯繫 有一個幫助 當時我們成立了一個 叫做新聚聯 互助廚師的組織 在1984年成立了 當時我們有百多個會員 其實我們的組織有什麼作用呢 幫助自己的家人 幫助我們的朋友找工作 以及研究廚藝 當時有百多二百個廚師 是香港廚師的 做組織 完全很齊全 為何現在的組織存不存在呢 是存在 不過 我們那些年紀已經大了 那些小朋友也大了 年紀全部都有職業 我們這群人 我想遲些就變成一個老日會 但如果在密爾捕的中餐 水漲很高 多得了我們這群香港的廚師 有這麼多新移民過來 提升了這個中餐 但是近這幾年 我們的粵菜 就變成了 好像適微一點 我們其實也有感覺 因為很多現在 也有中國新移民 但這群新移民 全部是大江南北的 不是主力廣東 而是很多外山菜 現在多了外山菜 令到我們中式粵菜 在這十幾年 我們唐人街 中式粵菜 除了這幾間 還僅存在 很多都改了形式 就變成村菜 湖南菜 其他菜系 但現在新入行的廚師 又少了 唯有靠我們這群 現在變成老鬼 現在我們這群變成老鬼 現在是支撐 但支撐了多少年呢 不知道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 保存我們香港式的粵菜 因為我覺得 香港人做粵菜 在這裡 是很特別的 因為肯創新 和肯減去嘗試 但是 亦都和我們這群 有群行家談過 我們希望能夠 組織香港的廚師過來 或者在東南亞的廚師過來 一起去做好一點 這個 港式的粵菜 所以我們西湖一餐館 就不是很高檔的餐館 只是家庭客 大眾化 如果泰國花巧 就變成人手 就沒有那麼多 傳統的粵菜 是否特別多功夫 多勢業工作 工作程序比較複雜 因為始終都是 多於辦覆的東西 像剛才我們煮的養膽布 我們有很多炒製 那個時間很長 不是炆的時間長 是將它出水 我們要出去 將它的素味 扔掉 現在時間長了 就像剛才 他們吃的羊腩煲 或者大千蟹煲 那也是一個很傳統的做法 就像剛才他們吃的羊腩煲 當時我出的羊腩煲 因為我的羊腩煲 是要當作狗肉 我就寫 狗仔羊腩煲 當時有人客 看見我這樣寫的牌 他真的當作狗肉 吃完就當作狗肉 他就去政府投訴 政府聽說賣狗肉 他很害怕 立即抵時派人來 看查我們 我讓他嘗試過那些羊肉 他吃完之後很好吃 他說這些真的是狗肉 我當然不是狗肉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養狗的人 我怎會養狗呢 尤其是我真的喜歡狗 他就說這真是羊肉 為何會寫著狗 我說這個做法 不是賣狗肉 我真的變成掛狗球賣羊肉 不是掛羊腩賣狗肉 我希望多些人入行 我們把食物教給他 希望能夠 我們何時都能吃到的 港式粵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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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